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8月8号,我是华生 今天我再跟大家来简单讲解一下 就是关于室温超导材料AOK99的最新进展 会包括三个消息,两个好的一个坏的 我会按好坏好的结构来去讲 然后最后一个消息的话,其实非常的关键 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第一个好消息是美国马萨诸萨州 武斯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也制备出了 具有类似于华中科技大学结果的AOK99碎片 不是悬浮,但是在磁铁作用下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抗磁性 他们还特意在旁边放了个微小的铁穴 可以看出就是铁穴在磁铁作用下的表现和AOK99材料有多么的不同 然后他们还表示就是目前还在炼制更多更大的这种AOK99的晶体样品 并且他们也在YouTube有对应的频道 我会放在我这个视频的简介链接里 建议可以订阅他们 然后去等待他们最新的进展 第二个消息的话是一个坏消息 昨天北大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在玉音本网站Archive上发表了一个论文 在他们的论文中他们也表示就是制备出了类似于华中科技大学那样的半悬浮的LK99材料 但是他们认为这不是什么抗磁性而是材料的软铁瓷化 目前这篇论文在推特上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有人觉得这个论文直接给LK99画上了不是超导体的结论句号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篇论文写的非常的不严谨 尤其是他们测试了材料的电阻曲线 认为没有表现出超导特征而更像是半导体 就直接得出了LK99不是超导体的结论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电阻特征还有可能是别的因素造成的 就比方说他们制备出的这个样品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均匀性 只有一部分是那个超导体 然后其他部分组成不太一样 就这是一个可能 另外的话就是超导像可能只占了样品的一小部分 这种超导转变的特征在总体的测量中被掩盖掉了等等 总之的话就是要证伪LK99材料这件事儿其实会比证实要难很多 所以也是这个问题还继续悬而未决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非常谨慎的期待着 第三个消息的话是一个好消息 蓝州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在玉印本网站archive上发表了一个论文 这个论文里他们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关于材料实验制备的一个解释 就是目前韩国团队提供的材料制备方法里说的是 材料应该在真空环境中退火 但他们就是蓝州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正常的寒氧环境中退火 更有可能制备出具备超导特征的LK99 而这个结论跟韩国团队最早的LK99样品 就是在制备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真空管破裂这一事实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现在很多实验室还没出结论的原因是 他们的制备过程本身可能就出错了 我预计就是在这篇论文出来之后 很多实验室很多科研团队会采用这种新方法去制造LK99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新的实验的成功 OK今天的分析就先到这 然后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去进一步关注LK99的新进展